话说一名职障青年来到几乎断流的河床上 他将树枝插入泥沙里摇晃几下 发现河床表面会变息 便开始不断原地踩踏 不一晃 青年脚下的地面就变得像泥浆一样稀染 使身体不由自主下沉 最后他双脚终于如愿陷入泥沙中 在青岛海边 一位老者用手指在湿润的沙滩画出凹槽 奇怪的是 手指滑动时凹槽里并没有渗水 而手指离开沙子瞬间 水却快速填充进来 这不禁令人疑惑 同样都是沙子 为什么青年踩踏时 河床表面会渗水 而老者手指画出凹槽却没有水呢 仔细观察青年的动作 发现泥沙是在他的踩踏中液化并将其陷入 一旦青年静止片刻 河床表面又重新变硬 使他可以自行脱困离去 为了再现此过程 我们给沙子里加水 使其渗透进颗粒的间隙里 但此时潮湿的沙子 抗减强度主要靠颗粒之间的接触压力和摩擦阻力 因而继续保持固态 如果通过外粒让沙子振动起来 会发现吸水饱和的沙粒出现密集趋势 开始下沉 导致颗粒之间空隙减小 其中的水被间隙中升高的压力推动 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水流 当水流的动压超过上方沙粒的重量 就会将沙粒拖起 使其失去接触压力 于是这些沙子因摩擦力减弱 而丧失抗减强度 开始随着水流翻滚 发生液化 如果里面还埋着一个尺寸较大的物体 那么水流动压还会推动物体向上运动 结果就是震动中 地面的房屋由于表层沙子液化而下陷 但地下的物体又由于水流动压而上浮 根据这一原理 给转子之作的圆孔里注入机油 当转子旋转时 间隙的机油会因流体粘性 而跟随转子流动起来 此时的油膜就像沙子震动中出现的水流一样 靠流体的动能不断撞击转子 使接触面受到动压 只要转得足够快 这层油膜的动压就能拖起转子 使其漂浮在油膜上旋转 在发动机里 曲轴和连杆就是利用大小瓦间隙里的油膜 进行支撑和润滑 因此叫做流体动压轴承 但是沙滩上化凹槽 并不能产生持续振动 使沙子液化渗水 相反沙子是有棱有角的颗粒 手指滑过的碱粒会推动沙粒旋转并位移 结果颗粒相互支撑导致间隙变得更大 体积反而膨胀 这就是沙图等颗粒材料所具有的障碱性 此时沙子因障碱造成间隙中的水压降低 更难渗透出来 但凹槽完成后 手指就变成了蓝水坝 一侧是被堆起的潮湿沙子 如果把沙堆的水 向凹槽流动的压力梯度划出等压线 则这些线会向着手指下方散开 由此形成若干绕过指尖的水流路径 其中远离指尖的水流行走距离最长 流动阻力最大 因此压力损失也最多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十分微弱的水流到达凹槽 而越靠近指尖 在相同压力梯度下水流距离更短 流动阻力和水压损失更小 能在更短时间以更大流量到达凹槽 因此指尖处的水流能利用最短路径 以最小的压力损失绕过指尖喷涌而出 并对上方的手指形成抬升压力 比如洛杉矶西南峡谷中的圣福朗西斯科水坝 就是由于忽视了坝底肾流的巨大抬升压力 导致1928年破碎坍塌 一下就淹死了数百人 因此为了阻挡这股高压的水冲进凹槽 手指必须发力向下按压 使等压线的密集区下移 破石指尖处的水流路径延长 流动阻力增大 于是这股水流的压力也大量损失 油量和流速急剧减弱 短时间就无法到达凹槽 眼看差不多了 表演者就会松开手指 使等压线聚集到最后暗处的凹坑边缘 于是最短路径的水流 以较大压力和流量进入凹槽里 所以手指离开后 水最先灌满的是凹槽末端的凹坑 这些案例说明 玩沙子其实是一项科学实验 它在机械制造 水力工程 以及吹牛唠嗑方面 都能给予我们重要启发 可以认为抹槽了吗